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教育一直被批评 说把学生培养成所谓的考试机器 而且给予学生的学习环境太过于有压力 事实上如果要想上众人眼中的顶大 那么成绩也是必须要顶标 虽然说学习历程的出发点很好 等于在就是高中阶段就不断的累积嘛 不用最后拼这个考试 但是却成为学生另外一个压力来源 因为本来只要集中的高三拼就好 现在变成随时都要拼 那所以这个兼顾课业的事情也必须要去想 所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以及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很简单 就不要念大学 没有栏尾 就没有栏尾言 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开玩笑 就是在课发会的时候 只要有人问我 因为我是课发会委员 只要有人问我类似的问题 我一律建议不要念大学 而且我还会特别讲说 因为18岁又成年了 所以以前不念大学家长可以怎么样 就是不让你去工作 但是现在就是按你自己签名就算数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对我来讲 要念顶大这件事情 从来不是我的人生志愿 我从来没有想过顶大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然后对我来讲 我是三四岁的时候 就已经蛮确定 就是当时我要研究的主题是什么 我当时要研究叫Swift Trust 就是为什么大家隔着荧幕反而很快可以彼此推薪致富 一起做很大的专案 为什么面对面反而很慢熟 会有彼此怀疑的情况 那但是也有隔着荧幕 为什么很容易彼此很熟的人就会吵架 然后就会变成是好像彼此非常不信任 那为什么面对面也比较不会有这种极端的状况 就是极端的信任极端的不信任 为什么会在网路上面发生 那这个是我大概十三四岁最想研究的一个题目 对我脑里只要有这样子一个题目 那顶大于否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我在意的就是说 全世界有哪些人正在研究类似的题目 他们的团队我可以进得去吗 我写email他们会回吗 我如果做这个类似的空间 我怎么样确保说大家都会来用呢 等等我脑里都是这些题目 那今天讲的这个可能就会是说 它是一个open research problem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研究的一个开放式的研究题目 所以当你脑里放这些题目的时候 我觉得顶标的成绩什么东西 那个感觉就是很外在的 就是跟你题目有关的 那当然就拿来用嘛 是一个资源 那但是跟你的题目无关的 那就随便啊 就是那些科目呢 我就考零分又怎么样呢 因为我比较想探索的是这个嘛 我时间放在这个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没有就是去考高中或者是念高中 但是我在开始做这个题目之后 我就发现国内有很多大学教授 或是国外很多大学教授做这个题目 而且我发现我写email他们都会回 因为他们就是研究伙伴嘛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多了一个志工 愿意帮他打杂 那这个何乐而不为 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 凡是就是赖在类似的研究的路径上面的 基本上不管年龄了 都是都是朋友 所以你可能也要问说 那你拿到了这个顶大的毕业证书之后 到底要拿他去换什么 那但是如果像我当时校长 当时国中校长跟我说 是换国外的我特别想进的那个研究室的博士后的那种资格 假设他是这样讲好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说 没有我已经写email了 我已经在跟他们的博士后一起做研究了 那所以显然中间这一个绕道是没有必要的 那大概也是因为我一直抱持着这个看法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大学是用得到的时候才去 那去的时候当然你可能是以学生的身份 但是也可以是一个校外的研究者 然后跟这边的研究团队 甚至最后你是以夜师的身份 这些都是我觉得很有弹性的各种身份 那所以在学习历程 我觉得就好像出社会之后 所谓的portfolio 就是你的作品集一样 他主要就是能够很快速的让对方一下就知道 他在做的题目跟你在做的题目 中间有什么重叠 有什么可以彼此互相帮忙支援的地方 而不是说好像你的价值是一有没有上所谓的顶搭来决定的 然后只是换顶搭的门票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所以其实我也了解 就是如果你一定是这样想 我也很难提供什么帮助 因为我从中学开始就没有这样想过事情 那么最后一天